另外久久重阳节的到来秀林乡同门村荣树社区发展协会 2号的下午办理了乐林运动会活动 来自文建站的长者们齐聚一堂 而主办单位也安排多项运动项目 走出疫情之后 长者们出来运动舒缓身体 让身心灵都能够健康 10月2号这一天也是秋老苦的天气里 秀林乡同门村荣树社区发展协会下午举办 110年度秀林乡同门村九九重阳节乐林运动会 现在许中卫秀林乡的王梅贵 县府七年咨询委员王省岗族 同门村长许贤美 代表会副主席来会每个人贵宾也一同和长者们一起来欢庆 荣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秦其伟表示 长者们可以说是相当开心 在后疫情之后来办理乐林运动 就是要让大家走出户外来生长自己的筋骨 今天是荣树社区举办的九九重阳节 我是理事长吉兵 今天非常很多的来宾 也就是我们现场很关心 也到我们现场来 非常这个哈纳现场 很关心我们同门 就是其他候选人都到我们现场来 今天我们荣树社区办的非常顺利 从来我们的老前辈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这个经费都是建筑国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 你看我们奖品多很多 要全部花碗 感谢我们江峰所 尤其我们乡长做得很好 谢谢 荣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秦其伟表示 正式协会安排多项运动项目 就是让大家团聚在一起 见到许正伟还有幸福青年咨询委员 王世纲组也是参与这次修理江南区的项目代表候选人 也和张志伟一起合照 同时也意祝大家重样节快乐 记得解放一球小伙伴老 Gulag K 谢谢大家